欢迎收看12月22号的财经Expresso 晚上好,我是嘉顺,新闻开始由股市走向 英国出现了冠病新赌注,导致市场忧虑重重 亚太股市周二几乎全线下滑 马股1646.80点低开之后就节节败退 一度下挫22.50点,最终收报在了1631.92点 全天走低15.97点 在汇率方面,冠病一律再起,市场避险情绪升温 带动了美元走高,埋队美元贬值至4.0590令吉 对新元也跌至3.0404令吉 接着有企业BLACKNY的单元 内陆税收局总监向全国最大银行 马来亚银行MAYBANG追讨2014年的少报税务 以及2015年至2017年之间的额外估税 对此,马银行就向高庭提出了司法检讨申请 联邦法院三司昨天在听取双方的陈词之后 一致驳回了马银行的上诉申请 根据文告,申请人的代表律师无法说服法官 内陆税收局总监在追讨税务时 存在任何不合法、违法或者是特殊的情况 最终法庭就预令马银行必须在案件裁决后的30天内 缴付所拖欠的税款并且支付躺费 接着有亚航的消息 亚航S今年10月申布展开债务重组计划 不过根据空八12月16日向吉隆坡高庭提成的入禀书显示 如果亚航S的债务重组计划获得批准 那空八很有可能会损失约50亿美元 也就是约203亿令吉 空八业太持育主管史丹利说 亚航S已经订购了7架A330NU飞机 而且大部分都已经造好 如果取消订单的话,对空八来说非常不公平 中银航空租赁也指出 亚航S的债务计算不应该要包含未来的债务 因为像空八本身持有总债务值的75% 导致飞机租赁公司少有话语权 无论如何,亚航S的发言人指出 该公司会继续跟所有债权人保持接触 加速资本重组程序以便能够恢复飞行 换个焦点,此前国内的手套公司 像是顶级手套、赫特加和高产泥品等 三大天王先后沦陷 陆续传出了员工确诊的消息 但速补马却声称 旗下的所有员工在进行冠病检测之后都安全 因此业务不受影响 新业研究在报告中指出 多家的手套公司都因为员工确诊疫情而局部停产 可能会造成钉筋手套 供应面临短缺 速补马截至12月尾 财政年刺激盈利 渴望受贿 今天盘后 早先宣布有427位雇员确诊的高产泥品公布 在展开第二轮的冠病检测之后 再有563人确诊 而有关的厂房也需要关闭到12月30号 今晚的新闻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